观众朋友们 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年轻的慈善家陈瑞女士 几年前她和她们 她的丈夫 用她们积攒下来的钱 办起了一个善爱之家 收养了40多个孩子 今天呢她和她的孩子们 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陈瑞你好 据我了解啊 你办善爱之家呢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人说呀 这个慈善事业就像是一种 毫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清水之爱 那么你这么做 你希望得到什么呢 我想孩子们给予我了很多爱 有喜喜多多人 也给予了很多的爱 今天坐在这里的不应该是我 而应该是那些默默工作 帮助孤儿的朋友们 说得太好了 真是太谦虚了 妹妹你告诉阿姨 你叫她叫什么呀 叫成对妈妈 叫妈妈 那当你听到孩子们 叫你妈妈的时候 作为一个女人 我想心里头确实非常幸福 是 我也了解到 就是你给予了孩子们 很多很多教育 那你认为 应该给孩子们 什么样的教育 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爱的教育 不管是我们 还是孩子们 都应该 注重这个爱的教育 我想下面就让 三爱之家的孩子和老师们 告诉大家 什么是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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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不自寡 爱是不自寡 不想挂 好乱 我一个人去 爱是不自寡 不自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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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真好,谢谢你们,谢谢 观众朋友们,孩子们的歌声确实是发自他们的内心深处 那么现在站在台上的这群小朋友呢 也和刚才善爱之家的孩子们一样 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今天是来自昆明儿童福利院 今天呢,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唱出自己的情感和希望 Zither Harp 让我们抢希望的中啊 多少祈祷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 将成功永远赞 让弟兄王子两半 自己照亮下秋冬 让弟兄王子两天空 将海洋不清空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